台北木偶剧团与新船歌仔戏剧团带来布袋戏庙会游艺互动演出 斗得台下秀朗国小小朋友笑声不断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积极推动传统艺术向下扎根 今年首度与教育部合作办理传艺勾样培育计划 共有九个县市获得补助 预计有超过200所学校5万名以上学童参与 其中偏乡学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以上 投入计划的演艺团队更超过50个 要做会让孩子们开心看好戏 传艺中心在推广传统艺术 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传统艺术要从小孩开始 有小孩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文化 可以享受 大后变成我们的传承者 就像刚才我们次长所做 反而他送给大家的礼物 就是未来他们对传统艺术的贡献 那这一次刚刚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关于国家语言发展 那么有要推动台语 所以我们希望说跟教育部合作 透过国家语言发展的方案 能够透过传艺勾样计划 能够带着小朋友进入剧场 来看让台湾传统艺术的贵献 然后进到校园里 表演团队进到校园里 演出给小朋友看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事先的一些 像类似像导龄 小孩子了解说这个戏曲的内容 然后适中适后 我们都会有一些加深的一些措施 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 更喜欢 那透过这个国家计划 我们可以帮助小朋友 成为道道地地的 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故乡人 而不是罢罢狗人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 让他们更有创意 透过这个更有创意 能够在戏曲的创意 我们不但会培养儿童的 这个戏曲方面的编导人才 也会有音乐的编导人才 我们希望做了 以后做出来是 这些小朋友们可以有共鸣的 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地的文化 了解在地的元素 能够产生共鸣 那他们的未来 也能够成为呢 这个艺术养分的 喂养呢 这个整个台湾的艺术养分的 一个来源之一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计划呢 期待很久 那也 我们相信我们会 一年一年地推动 我们跟文化教育部 会成为最好的伙伴 会每年都在推动 那至于以后 又会不会再 扩大到高中 我想我们会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让小学们 学生都能够先看到 以后如果争取到 更多的经费 有更多的能量 我们会继续地推动 然后不断地 让很多的在学的学生 都能看到 这有到220所国小 5万多个学生 那偏乡有88所国小 然后6000多个偏乡国小的学生 都会看到 那未来我们期许 可以往上再推到 国中 高中 我们想 我们会继续努力 演出节目包括歌仔戏 布袋戏 皮影戏 傀儡戏等9种类型 内容丰富多元 期望透过文化与教育部门 携手合作 让优美的传统表演艺术 在校园中遍地开花 我们在12年国教其实很强调跨领域的学习 那我们也正式地把这个艺术跟美感 列为我们的核心素养 那么过去在推动跟文化部的合作 其实非常的密切 那但是我们过去影响的幅度 过去4年其实也有数百场的这种巡回展演等等 也已经把它12年国教的课程的精神 跨领域的精神放进去 那透过这个传艺勾养 这个更有系统性的从国小学童开始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也会希望在我们的生理国教的课程设计里面 每个学校的校定课程 能够以传统艺术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那让小朋友除了欣赏它 那它更能够跟艺术教育结合 那么学校老师能够有系统的去介绍它 那么孩子他就不会只是一个欣赏者 他透过主题式的学习 未来对于这个艺术甚至是社会领域的学习等等 都会更深入 那我觉得这对于全方位的艺术人才的培育 是更能够扎根的 那不论是语言的学习 或者是社会文化的底蕴 都会能够有台湾的在地性 那也进而能够更有国际的竞争性 这是我们期望跟文化部一起努力的 传统艺术的保存或者是传递 需要整个结构化的一个势力 文化部要努力 教育部要跟我们一起配合 最重要是县市政府 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县市政府的努力 我们这一些不论是经费或是团体 它还能够到学校去 把这些美好的经验能够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政府想要送给小朋友的礼物 我想希望这份礼物你们会喜欢 那可是我也要许愿未来 未来小朋友们也可以送给我们这些大人们 一份礼物 那个礼物是 未来你要约会的时候 好 北京白北坑电山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带着你的好朋友 到庙口去看一出戏 甚至说我还蛮期待 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秀朗佛下的小朋友 在台上演歌仔戏 让我们大家看 让我们为你们鼓掌 112年传艺勾样培育计划 将从今年4月到11月 在9个县市陆续展开 创造国小学童 每年都有观赏或参与 传统表演艺术的机会 让新世代对自身土地文化 有更深沉的认知与喜爱 传艺勾样走回来 今天欢迎秀太太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士上马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